果然肉鬆加什麼都不會錯 但是有點辣 我覺得它的肉鬆 算是比較細緻的那種 聽說是肯德基自己特製的肉鬆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但我覺得有點可惜的就是 它只有半面會鋪上肉鬆跟美乃滋 你看到背面的部分呢 就完全是一塊原味的炸雞 算是口味調的很好吃 只不過這個口味呢 你是預想得到的 首先是這個玫瑰荔枝醬 它的眉骨尾還蠻重的 但是呢 有一個點 我自己覺得有點奇怪 這個蒟蒻荔枝 好像有點怪 它在軟嫩當中加了一點Q彈的東西 我個人覺得是還蠻有創意的 它這餡料的部分呢 也在這個奶油中間 不論一層荔枝醬 這個吃起來還蠻有新意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凱翔系列啦 母親節要到了 每次到這種節日的時候呢 各大素食餐廳飯店等等呢 都會推出一些母親節的特別商品 所以呢 肯德基跟麥當勞 都在這兩天 接續推出了一些期間限定商品 那肯德基先推出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先開箱 肯德基的母親節期間限定商品 海苔肉鬆脆雞 每一次他們推出一些期間限定商品的時候 我都要記那個名字記好久 那這次呢 它就非常的簡單 就是海苔加肉鬆 再加上一點美乃滋所做成的炸雞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肯德基官方是說 讓你回味一下 小時候母親的味道 那我自己是覺得 還蠻有道理的 因為小時候呢 大家上學前應該很常都在吃粥吧 那吃粥呢 你就會配肉鬆嘛 配海苔 那美乃滋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就是為了綜合這個 肉鬆跟海苔的鹹嘛 就造就了一個 鹹甜合一的炸雞 未吃先拆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蠻好吃的 因為肉鬆這種東西 其實搭配什麼好像 都很難吃 另外除了推出的海苔肉鬆脆雞之外呢 肯德基這次還蠻厲害的哦 跟卡納赫拉聯名推出了一款 新口味的蛋塔 玫瑰荔枝Q蛋塔 長得超級好看 我覺得它如果難吃我會很難過 因為它長得超漂亮的 我覺得它應該可以算是 肯德基目前推出以來 最好看的蛋塔吧 好啦 那我們就先從炸雞開吃吧 那我們這次買的餐點呢 我覺得非常棒 因為它是肯德基APP裡面的一個 限定餐點 內容物呢 就只有兩塊這個特色的炸雞 跟一杯飲料而已 非常適合想要嘗鮮的人 因為像我呢 每次都等到一些什麼XL套餐啊 連M套餐我可能都有點吃不太完 所以呢 這個套餐簡直是福音 而且可以不用再變胖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對你的臉 幸福肥的挺嚴重的啊 大家就來打開看看吧 哦 表面看起來蠻好吃的耶 它的表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最底層的部分呢 塗了一整層的美乃滋 然後在美乃滋上面呢 再灑上很多的肉鬆 我覺得這點不錯 因為這樣子肉鬆就會黏在上面 那最後呢 還有加上一些海苔絲 其實就很像是 我們小時候在吃粥的時候呢 會加的那個海苔肉鬆啊 不過這裡要說到呢 它的肉鬆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它是用雞肉做成的肉鬆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吃吃看吧 果然 肉鬆加什麼都不會錯 但是有點辣 首先呢 我們一開始吃下去 就可以吃到明顯的肉鬆香氣 還有它肉鬆那個蓬鬆啊 一絲一絲的口感 不過呢 它的美乃滋倒是沒什麼感覺 再來呢 就會是雞肉的辣 還有雞肉本身肉質的那個味道 所以其實它比較像是 肉鬆脆雞 我覺得它的肉鬆 算是比較細緻的那種 聽說是肯德基自己特製的肉鬆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那再來呢 我終於找到美乃滋的公公在哪裡了 美乃滋它其實就只是把肉鬆的那個鹹 稍微中和一下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肉鬆吃起來好像有一點點 甜的感覺 但是味道不會很重 那整體來說呢 它還是一個鹹的炸雞 然後 然後 蠻好吃的 但我覺得有點可惜的就是 它只有半面 會鋪上肉鬆跟美乃滋 看到背面的部分呢 就完全是一塊原味的炸雞 而且呢 它的美乃滋是一絲一絲的 不是說用一個刀這樣子塗一整片上去 一口我可能就吃到十分之一的美乃滋吧 所以我覺得 不會到很多 味道調的還蠻剛好的 OK 吃完剛剛的炸雞之後呢 現在就要來吃這個新口味的蛋塔了 剛剛的炸雞呢 算是口味調的很好吃 只不過這個口味呢 你是預想得到的 它蛋塔的部分呢 就完全沒有底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看到了蛋塔本人 真的長得蠻可愛的 但是 那兩顆蛋塔呢 你會覺得 好像餡料上 給的有點不太一樣啊 像我現在右手邊的這一塊呢 它就給了非常多的這個玫瑰花瓣 左手這一塊呢 就只有一片還快掉出來了 估計因為要加的料太多了啦 所以每一顆蛋塔呢 可能會長得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中間這個蒟蒻呢 它是荔枝蒟蒻 然後在旁邊呢 還會撒上一個 這支玫瑰荔枝醬 所以呢 應該是會吃到一些淡淡的玫瑰香 那就開吃吧 我要吃這個 要看起來比較多 好奇妙的感覺喔 我是說它不好吃 首先是呢 這個玫瑰荔枝醬 它的玫瑰荔枝還蠻重的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呢 是還蠻香的 但是呢 有一個點 我自己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我們預想中的蒟蒻啊 就是冰冰涼涼的嘛 可能當甜點吃啊 或者甚至放在冰品裡面吃 但是大家都知道 蛋塔就是熱騰騰出爐的嘛 所以呢 你在咬下去的時候呢 這個蒟蒻 溫溫的 好像有點怪 整個蛋塔的口感呢 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要在軟嫩當中 加了一點Q彈的東西 我個人覺得是還蠻有創意的 而且咬開之後我才發現 它那餡料的部分呢 也在這個奶油中間 浮了一層荔枝醬 所以吃起來呢 會先有玫瑰的香氣進來 然後再來呢 你會先吃到蒟蒻Q彈一點的口感 接著最後呢 就會吃到奶香味融合荔枝的感覺 這個吃起來還蠻有心意的 因為它蛋塔可以做到 這樣子的一個組合搭配 你要說它覺得很好吃嗎 我覺得 還好 因為我剛剛呢 咬了非常大的一口 把玫瑰荔枝醬幾乎都吃完了 就會有一點點太甜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 差了一點點 但是它的奶香跟荔枝做融合 我覺得是融合的還蠻好的 雖然可以想到用荔枝去融合這個奶油的餡料 還蠻特別的 好啦那這次肯德基的新品開箱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我覺得脆劑的部分 真的讓我覺得蠻驚艷的 雖然說一開始就大概可以預料到 鹹甜鹹甜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的肉鬆 比我想像中的更細緻更香 然後美乃滋的部分呢 份量調配的剛剛好 所以我覺得炸雞的部分呢 真的算是還蠻不錯的 那再說蛋塔的部分 我覺得它的外觀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啦 那用荔枝和玫瑰當作基底物 我覺得真的算是很特別 只是口味上來說的話呢 只能算是 中間偏上吧 認真說可能長先隔一到兩次之後呢 還是會比較想要吃原味的蛋塔 另外呢要說到價錢的部分 喔!蛋塔的部分 超級貴 一個蛋塔呢要52塊 已經超過了一個同版的價錢囉 那炸雞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買的是APP上面的那個長先餐 所以呢兩個炸雞加一個可樂呢 是149塊 我覺得如果你只是想要吃新口味的話呢 很適合點這個 那如果你還是想要吃到XL的話呢 它也是要235塊的 不便宜 但是就是一般XL的價錢 到最後我給一下它們兩個評分吧 我覺得炸雞的部分呢 可以給到 8.6顆星 比我預想中的呢 還要再更好吃一點 那蛋塔的部分呢 我覺得 7.9顆星吧 雖然說它非常的有創意 但是實際上口味沒有到這麼好吃之外呢 一顆要52塊 CP值真的有點太低 所以沒有辦法給到它非常高的分數啦 如果想藏心的話呢 就有歡迎去試試看看吧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喔 還有麥當勞 哈哈哈 過兩天上麥當勞 下集見 這一 responses ? ? en 呢 Jessica